沈公豹给江子牙出了个主意 让他把风扇榜烧了 然后跟着他一块上招歌 去保咒啊 沈公豹这一番话呀 吓得江子牙一身冷汗 可把这位江丞相给吓坏了 哎呀 我说师哥呀 你给我出的是什么主意呀这是 你说什么 让我把风扇榜烧了 那怎么得了啊 这是师父亲手教给我的呀 我是替玉虚公 以文使天尊老爷去风扇 这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恩师对我唯一重任 这么重要的风扇榜 就你这么几句话轻飘飘这么一说 烧了 那我见老师怎么交代 哎 沈公豹我笑了 我说紫牙呀 说你这个人哪 哎 你说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俩上山那天 在咱们在咱们师父跟前 在咱们师父跟前以及咱这帮师兄弟里 你就落下一个老师后头 遇事啊能够忍让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老师别名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窝囊 你真是窝囊囊 咱俩在这儿又没别人 咱俩在这儿又没别人 你一把火把风马烧了谁知道啊 在这儿说老师有话让你到凡间享受荣华富贵 因为你成不了仙 那师父有命在仙 你在哪儿当丞相不一样啊 啊 有什么好怕的呀 紫牙已经不行不行 吓着紫牙呀 一阵直往后退 江紫牙对这位师兄申公豹啊 他是又静又怕 静的是呢 不管怎么说 人家申公豹啊 名列在大罗金仙之中 在这帮神仙里头 人家有一号 自己比人家那可差太多了 前前后后 在玉须公学到四十年 连人家个零头啊 还远远不够呢 所以他挺恭敬神公豹 他怕他什么呀 他怕他这张嘴 他知道神公豹这人爱说 说也不要紧 你别胡说呀 他一天到晚啊 胡被烂砍 想起一出 试一出 要不是他这张嘴给他闯的祸 胡说八道 他到处去拜会这玉须公 你说老师原始天尊 能把他开除吗 方才他叫我 我不答应就对了 阿恩师已经有言在心 大师哥也只嘱咐 可是你说他多能编吧 他能编出个马士来 我以为他真把马士给带来了呢 你这都哪跟哪啊 子牙呀 又不敢跟这位神公豹犯横 哎 你看他在别人跟前什么江丞相了啊 这这这江太公 江老爷 这都可以 在这身大县跟前啊 那子牙可不敢 两份 他跟他商量 我说师哥 我求求您行不行啊 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话也挺行啊 怎么你看这儿 没别人叫你我兄弟 咱们敞开心扉 无话不谈 师兄弟那跟亲兄弟差多少啊 是不是 你说吧 师哥 您放我走 这个 您哪 您回您的昭歌城 继续当您的 昼王天子的护国军师 行不行啊 我呢 回我的西齐 不管怎么说 我也受脱孤之重 哎 文王啊 放贤 在喂水 兄弟 我能有今天呢 也不容易 一个是呢 恩师的赐教 再一个 也多亏啊 师兄您 哎 没少帮助我 我 我走得了 哎 回来回来 好啊 看来 你是吃了秤铒了 江子还听这什么词呢 那是我干嘛吃秤铒啊 你铁了心了 你啊 哦 非去保这个激发五王 这小毛孩子 哎 好吧 那人各有志 哥 我也不为难你 这么着吧 你把这风神榜给我留下 你爱上哪 上哪 啊 字牙一听有点急了 我说师兄 您把风神榜留下 那怎么算啊 什么怎么算呢 师父赐给我的呀 赐给你干嘛呀 让我替他老人家 去斩将风神呢 哎 告诉你江子呀 我就是 心里头这口气不平 我这才把你叫住 你以为我挺爱搭理你啊 你一个凡夫俗子 啊 不客气点说 要不是共同败在玉须宫的门前 我理你干嘛呀 话又说回来 咱这老师啊 是太有点偏向了 啊 让你去斩将风神 这活是咱们师父的事 原始天尊 哎 我这个当弟子的不该说 要是说出来呀 哎 恐怕 有点醉 不应该背地了 败坏师父 讲究师父 师父有点泛滥 哎 不愿意动态 所以把这差事交给你了 你不想想 你有什么资格 去斩将风神呢 你会什么 告诉我你啊 啊 你配吗你 这活本来是我的 正是因为我离开了玉须宫 师父没办法 就这筐里 巴了出这么一个烂性来 就把你挑上了 字牙一清 这什么词这是 你这 你这不损我吗 还 你就甭挑剪这个了 什么话轻话重了 言语到头不到头了 别计较这个 就是实话告诉你得了 我编出来一个 马氏弟妹也好 跟你说了这么半天 什么让你保昭哥 这也罢 实际 神功报用手一指 指了指 江子牙身后这个包裹 我就为他来的 哎 今天 摆在你跟前只有两条 这两条路 你自己挑 字牙一清什么路 一个是你把他烧了 一个是把封神榜给我留下 哎 我把拿走 我去封神 字牙一清 你去封神可以呀 我也有个条件 你说 咱哥俩现在 这不是离玉须宫也不太远吗 咱一块回去 去见恩师 哎 我跪到他了人家的面前 把这封神榜顶到头上 我跟他陈述一番 师父说 好 那就把这个榜啊 给为神功报吧 我当时就交给您 而且 我还给您 赔礼道歉 那么磕个头呢 然后你动我戏两分离 你看怎么样 把神功报 吓一哆嗦 神功报一听什么 去玉须宫见老师 那我就熟了 这我都是背着老师干的 我哪敢去见他呀 但是 但是 自己这心思还不能啊 让江家看出来 嘿嘿嘿 贤弟 你何必费这个事呢 如果你我兄弟 邪数来外 借了玉须宫 见着老爷 踏了人家 哎 客客气气的 就得把这封神榜 一一交过来 我看他 他就甭找这麻烦了 你呢 就把榜交给我 那不行 没有老师的话 您今天就是杀了我 小弟也不能把封神榜交给您 喝 神功报这么一听 点了点头 啊 你还是蛮坚决的呀 看来几天没见 当了这么三天半成相 这个脾气有点见长 我不是长脾气 是哥哥您把我逼的 好了好了 这么着吧 刚才说了半天了 是道数也好 哎 这个学到的年头多少也罢 咱都不提了 我出个主意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要这么做了 你做不到 你就把封神榜交给我 啊 子牙一听 师兄 您要跟我打赌啊 啊 那 那我得听听 那怎么个赌法是啊 你看 咱把话说在明处啊 先帝 咱们各自都心平气和 也不用啊 面红耳赤 其次用不着 实际这个呀 就这封神这事啊 就得应该我去 你根本办不了 哥哥我这是心疼你 你这都不知道 哎 现在跟你说这废话 没用了 咱说说这个读法吧 我呀 你看见没有 神公豹抬起手来 指指 自己的鹿羊魁手 指指脑袋 嘴牙一楼 怎么了 您不是神公豹吗 嗨 我没让你给我这提名报号 那你要干嘛 我让你看看我这颗铜 您这铜蛮好的废话 我呀 用宝剑 把我自己的头搁下来 把姜子牙吓一跳 抹脖子呀 什么抹脖子 隔下来 就是 这脑袋呀 跟这身子 分家 我把头拉下来之后 随手这么一抛 把这颗头抛到半旋空去 飘飘荡荡 荡荡飘 可以呀 围着这四面八方 转这么几圈 东西南北风 转一圈回来之后 我还能够在半空中 是高歌一曲 然后这个头 回来 在长着我的脖子上 你看怎么样 你也要能这么做 你把风神榜背走 你要不能这么做 于凶我 把这事办了 你呢 就把这风神榜交给我 怎么样 哥们 姜子牙越轻越糊 他傻了 他搭档着两个眼睛 瞅着神功望 我说师哥 您要醒来说话 废话 我这也没跟你说梦话 这不清明白醒的跟你说呢吗 咱这不打赌吗 这比的就是本事 我就要这本事 能把脑袋拿下来 在半空中去唱歌 然后再掌上 你行吗 你 紫牙这么一听摇了摇头 我说师兄 您先甭问我行不行 甭问我会不会这手 我根本就不会 不但不会 就您说的这事啊 我连听也没听说过 那根本不可能 怎么 他 路洋亏手啊 啊 你这 摆自己的头割下来 扔着半空 转悠半天 还能唱歌 完了还掌声 我说 师兄 小弟 我也不是三岁五岁了 您别跟我这 讲瞎话好不好 您就不是怪里乱神 在这胡说呢吗 你看 我这不是跟你打赌呢吗 不 你 认不认头吧 你要说这个赌法行 我就来这么一下 你要说不行 那咱们再商量 啊 我说师哥 这江崽也够倔倔 太来降劲了 他往前走了两步 怎么着 你说吧 师哥 咱们这么着 您要真能 把这个头 割下来 转一圈 再掌声 小弟 我二话不说 我就规规矩矩 把这封神榜交给你 你来上哪封 哪封去 师父怪罪下来 我去担罪 咱们出 固执我我也认了 这邪了门了 这世上 他哪有这一处啊 嘿 神公报心中安息呀 心说江子牙呀 我他傻老弟 哎 你呀 心眼太实了 感情我这番话他信了 那行啊 这就说明这封神榜 归了我了 呵 神公报脸都红了 怎么回事 激动的 满面通红 多少还得矜持着点 他们牙关这么一咬 把心气平了平 好 老弟 此话当真 你看 我怎么敢在您的跟前撤谎啊 当然当真 但是你必须得搁下来这脑袋 拽悠完了再掌声 那当然 可是我头掌声之后 你可不能再说二话 你得把封神榜规规矩矩矩交给我 哎 这话 咱得说明白 咱也不用立字句了 啊 小弟 我什么时候扯过谎啊 实话告诉你 您这么样做了之后就分身罪骨 我呀 我也认头了 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师父怎么怪罪 我去领罪 好 独立字句可以 你我得打赌机长 如果说 我把这个把戏练完了 你也能来 你把苏日榜飞走 于雄二话不说 你来不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好 机长就机长 来 走 这字牙是一时糊涂 他觉得 神工豹说的这个 根本没谱 所以他敢 把袍袖这么一晚 啪啪一下 跟神工豹进了上 神工豹转过脸去呀 哎呀 他笑了 这一笑可谓是志得一满哪 他抬手把别头三子 摘下来了 往兜里这么一穿 这家伙更小气 怕待会一慌乱 再把这三子丢了 所以他先把他揣兜里 然后一根崩凰 苍蓝底下 把清风剑拉出下外 这一出下 还光一闪 明慌慌亮晶晶 另一股寒气逼人 看见了没有 这宝剑有假吗 嘴呀一看 没假 我知道 这口剑 是咱玉玉宫的宝贝 哎呀 紫牙不能往下再说了 怎么 师父把你赶下山去 你偷着摸着把宝剑偷走了 就那把剑 不好意思给他接这老底 神工豹点了剑头 看明白了啊 往后退 往后 是 紫牙连退十几步 贴着这山根这 他瞅着神工豹 只见神工豹左手把这个发地这么一挽 用手把剑这么一横 抓住 一剑 一个薄平啊 就把头削下来 然后他把手放起这么一抖 神工豹这颗人头 滴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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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紫牙连眼都不眨了 他把背后的疯人绑那事也忘了 他就靠着这山峡上 不错眼珠瞅着 那颗头 那头是越飞越高 飞起来啊 有四五十米 不动了 然后呢 飘飘摇摇 往东去了 不但往东去 还喊了一声 贤弟 看清楚了没有 紫牙差点下座那儿 看清楚了 然后瞧这颗头 第六六一转悠 往南边去了 转悠两个小圈之后 扯起喉咙 他唱上了 唱的声音还十分动听 紫牙在下边站的这会儿 杨这个脸呢 脖子都酸了 他越看越傻 侧耳细听 哎 你还真别说 跟我师兄申公报在山上待了好几十年 我还真没有发现 他有这么一条好嗓子 啊 这是一种什么唱法呢 是通俗啊 还是摇滚呢 紫牙说不清楚 反正唱的挺动听 把一首小曲唱完了 又飘了三个圈 然后只听深宫抱这颗头在半空哈哈一笑 他就要往回溜达了 这头啊 不慌不忙的还稳稳当当晃晃悠悠 往下来 脑袋找这拨枪子 这头离这个 他那身子呀 还差个二三十米 这么个样子 忽然间就打去山头上 过了一个人 这个人手主着拨杖 一步一晃 怎么回事呢 这个头太大 有点累得好 这身子带着自己的头啊 有点吃力 子牙没看见 感情那是南极老兽星 只见老兽星拄着拐杖站在这儿 看了看深宫抱 又看了看他这颗头 大胆的深宫抱 敢再欲许功勤撒野 只见老兽星回头叫了一声 他身后站着两个弟子 贺路二仙童 老兽星吩咐 白贺 赶快把深宫抱手机给我叼走 叼到西海去 喂鲨鱼 贺童儿答应这么一声 双翅这么一盏 像闪电一样就飞过去了 你大长嘴 一下就把深宫抱的法地给叼住了 这个小贺童儿还真挺翘 把这脖子这么一晃 那头那么一摇 这什么意思呢 拧了俩麻花 怕叼秃 就把这头牢牢叼到他的嘴里了 然后把双翅这么一展 飞得真快呀 鲜鹤嘛 那都通鲜了 好家伙 一下子就朝正西方向飞了去了 哎哟 把江子牙吓了一大跳 子牙没明白 哎 他火了 怎么回事 这哪儿怎么一直讨厌的献鹤呀 啊 这把我师兄的头给叼走了 七有此理 回来 他就喊啊 他喊啊 那脑袋也喊 那脑袋啊 就申公豹那头啊 申公豹喊什么呀 哎呀 贤弟救我 子牙贤弟呀 救我呀 怎么回事 感情 申公豹使得这障眼法 只能管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是一时三刻 过了这个时间呢 这头就长不上了 最可怕的 时间一过 他那腔热血 啪的一下 油在枪子里头喷出来 那申公豹就完了 这几千年大道 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 哎呦 所以把申公豹给急的 他刺牙咧嘴一劲 喊姜字牙 救救他 同时呢 他那身子啊 那肩膀是来回 乱动 怎么会是急的 他想用这身子够那脑袋 够不着 把这位江城相急的 满头大汗 眼泪都快下来了 他明白了 可能啊 要是过了时间 我家兄长这手技 长不上 那他的鲜命 忧意啊 我家兄长不上 我家兄长不上 我家兄长不上